在年初一的初賽輸了給港聯 黃克直尖三的烏拉圭球隊彭拿路 由法蘭高在四十一分鐘打開紀錄 全國的功勞重大,直線力施破整條防線 但是四分鐘之後 就被南韓的衛山現代由蘇沙攀平 上半場一比一的戰果維持到原場 立即射十二碼分勝負 現代的宇城用第一個射就射失了 彭拿路就四輪入塞 現代第五輪射失了 彭拿路十二碼贏四比三 總比數贏五比四 彭拿路十二碼贏四比四 二碼贏四比四 彭拿路十二碼贏四比四